歡迎大家收看我的頻道,我是JL 今次都是電影快講系列的第一條片 我今天要講的是星球大戰一至七集 還有外傳合到一號 首先很簡單講一下星球大戰這個系列 其實可以分開為三個 第一個就是星球大戰前傳 即是一二三集 第二個就是星球大戰的正傳 即是四五六 第三個就是星球大戰七八九集 不過第八第九集就未上映 而第八集就在未來十二月上映 我作為一個星字名我都很興奮 星球大戰的一二三集 就是為我們觀眾去解釋 黑武士這個角色究竟是怎樣 講到黑武士這個角色之前 我們當然要講一些重要的角色 即是一二三集裡面 其中包括就是 Kry-Kry-Gon Kry-Gon是誰呢?就是Obi-Wan Kenobi的師傅 而他的師傅 頂頭上就是我們大家都很認識的 就是Yoda大師 就在一次任務裡面 他們就去了一個星球叫Tatun Tatun這個星球 遇到一個小朋友 就叫Anakin Skywalker 接著 Kry-Gon就發現Anakin Skywalker 他體內有很強的元力 接著他又想收他為徒 但不過呢 有一個規矩的 就是絕地沒有事 即是Jedi每一個只可以有一個徒弟 就不可以多過兩個 所以呢 Anakin Skywalker這個小朋友 最後就跟了Kry-Gon的徒弟 Obi-Wan Kenobi 即是Obi-Wan Kenobi 就是Anakin Skywalker的師傅了 時間就過得很快 Anakin Skywalker都大過了 他跟Obi-Wan 即是他師傅 他們的關係就不斷建立得很良好 就好像兩兄弟一樣 接著途中Anakin Skywalker就喜歡了一個人 那個人就是 阿密達娜女王 接著故事的發展 大家都應該猜到 最後他們就趴著了 還要一起結婚 有了子女 但不過呢 是一次Anakin Skywalker 就遇見到未來 就見到他的老婆 即是女王 他就因為產子 而死了 失去了他的性命 Anakin Skywalker 就知道這個是未來的預言 他想補救這件事 所以他就投靠了黑暗勢力 講到黑暗勢力 怎麼可以不提他呢 就是那個放電腦 沒錯 就是Darxidius Darxidius 當時有個徒弟叫Darxidius 即是一把光劍有兩個頭的那個 而Darxidius 就殺死了QuiGang 然後Obi-1就很生氣 就為他的師傅報仇 將他推掉了 但不過呢 當時這個系列的劇情 就說他死了 但是呢 在近期一個動畫片集 《反抗君起義》 原來就說到Darxidius 是沒有死的 他還回來打算找Obi-1報仇 好 說回來 Darxidius 一生去Darxidius 這個好徒弟之後呢 他就發覺他是不可以沒有人幫他做事的 所以他就發現到Elican Skywalker 看來的原力是這麼強的時候呢 他是想招他收去做徒弟 但不過呢 就拿個答案來騙他 如果他肯加入黑暗勢力這一邊呢 他就可以呢 令到他老婆不用死 令到他們可以開心地生活 跟著這個這麼無知的 Elican Skywalker 就這麼蠢地相信了他 最後就跟Obi-1的關係斷裂了 就兩絲圖打起來 就令到Obi-1呢 就打到他手斷腳斷 什麼都沒有了 只有身體 從此之後 Elican Skywalker 就很討厭Obi-1 但是Dark Seeders 就發覺Elican Skywalker 是未死的 跟著呢 他就將他改造了 就變成我們眾所周知的 黑暗勢 但是就在阿米達拉女王死之前 他就生了一對龍鳳胎 一個兒一個女 那就是Princess Leia 和Luke Skywalker Luke Skywalker 他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誰 當年就是Obi-1 將他送去給一家人 讓他照顧他 就等於Luke Skywalker的養父養母 而不是親生的 相反就是Luke Skywalker 就好得多了 就被Ogana參與 即是第1、2、3集裡面 其中一個參與員 就說他們很想要個女兒 然後就將他收養了 講完第1、2、3集 中間就要加插一個外傳 就是《合道1號》 而又是最近上映的 《星球大戰》外傳的電影 而是其中第一套外傳電影 其實這套是說什麼呢 就是講Jean Erso這個女孩 她就是Galain Erso的親生女 而Galain Erso是誰呢 就是帝國的一個科學官 她就是負責去製造這個死星 但這個時候 其實Galain Erso 她都不想製造死星 但她就不斷被一個人威脅 而這個人就叫做 Director Credit 扣力主管 Galain Erso就發覺 只要扮得很頭暈的工作 和營造到自己沒有她不行的時候 這個白癡扣力主管當然是相信她 但Galain Erso就很聰明 在死星製造了一個陷阱 這是一個復仇計畫 只要一打破了那個陷阱 整個死星就會爆炸 而就是第四五六集 這個系列的最後一幕 就是整個死星爆炸 之後 Galain Erso就加入了反抗軍 即是當時的革命軍 就看到她爸爸的這段訊息 她就打算叫革命軍支持她 去偷死星這個藍圖 和她破壞死星 但因為支持她的佔數比較少 所以就不能派反抗軍去幫她 這個時候就是一些很正義的很強的人 就是反抗軍的所有成員 雖然沒有被派到去幫她 但她們自己就會主動幫她 和偷偷地去偷死星藍圖 最後當然是成功 然後成功把死星藍圖 送給革命軍 然後這一幕也是我最喜歡的一幕 就是黑武士終於出場了 但為什麼我這麼喜歡這一次呢 因為她是用光劍來出場 殺了所有革命軍 死星藍圖 但最後呢 死星藍圖就落在Princess Leia的手上 好了 跟著故事就是承接去第四五六集 四五六集的開頭就是 Princess Leia拿著死星藍圖 跟著 黑武士追到上來 而Princess Leia 趁未被人抓到之前 她很聰明地把這個藍圖交給一個機械人仔 而這個機械人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R2D2 跟著R2D2和C3PO 就不知道為什麼他們遇到Luke Skywalker 我大概記得就是Luke Skywalker的家需要兩個機械人 跟著呢 剛好Luke Skywalker拼了她兩個 所以把她兩個買回家 但Luke Skywalker 當時是不知道這兩個機械人 是這麼重要 是藏了死星的藍圖 跟著Luke Skywalker又不小心看到這個訊息 Help me Obi-Wan Kenobi You're my only hope 跟著她就突然想起 咦?她好像認識一個叫Ban Kenobi 跟Obi-Wan Kenobi這個人很相似 那個姓 都說到這樣了 那一定是同一個人來的 跟著Obi-Wan Kenobi 就收到Luke Skywalker來做徒弟 她還把她爸爸的事告訴她 不過就不是完全說完 是有些不同了 就是她爸爸是被黑武士殺死的 之後Obi-Wan Kenobi 還教Luke Skywalker 如何運用她體內的原力 也就是她遺傳下來的原力 跟著在一次的逃亡 還遇到Han Solo 和Chu Parker這一隊的好拍檔 之後 黑武士和Obi-Wan Kenobi的一次對決中 Obi-Wan Kenobi就犧牲自己 就被黑武士殺死她自己 然後Obi-Wan Kenobi就像一隻鬼 經常在Luke Skywalker的耳邊說話 這個時候就精彩了 Obi-Wan Kenobi就教Luke Skywalker 要去找一個很偉大的絕地武士 這個就是Master Yoda Yoda大師 其實就好像打機一樣 將利用的主角拿去勝利 就等於Luke Skywalker去找Yoda大師 就是Train他的原力 將他不斷升級 而去到中途 黑武士和Luke Skywalker 第一次見面就打起來 而且Luke Skywalker都知道一個天大的秘密 原來 黑武士就是他爸爸 也就是我們最熟悉的一句 No I am your father 接著去到最後 Dark Sidious 就是剛才我們提過那位放電腦 他就體用了Luke Skywalker 就想再收Luke Skywalker 做徒弟 就是收了他兩父子 這個人真是狹心 Luke Skywalker就很堅定 他一直都相信自己是光明面 而不是黑暗面 這個時候他就跟他爸爸 黑武士打起上來了 但去到最後 Dark Sidious用他的必殺技 而是唯獨一招放電 而他逼Luke Skywalker屈服在他之下 但Luke Skywalker 都是不肯 而黑武士就好像一個花生 站著看著他的兒子被人電 他就很不忍心見到兒子那麼辛苦 於是他把師傅殺死了 然後反抗軍就成功把死星打爆了 好了 去到第七集 原本就已經沒有了帝國 但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又彈了一個叫做第一部隊的一隊人出來 如果計算職位來說 Dark Sidious這個大帝的位 就現在有一個新的人物出現 他就叫做Snow 而他的徒弟就是 我們現在都知道 就是十字光劍的位 Kylo Ren 就是因為有第一部隊的出現 然後反抗軍就好想找到Luke Skywalker Luke Skywalker Luke Skywalker在第六集之後 他就失去終於不知去哪 但其實有一張地圖 就可以顯示他去哪 但地圖就不完整 而他們又找到最後一塊地圖 誰知道第一部隊來到的時候 就想拿到最後一塊地圖 接著就有一個反抗軍的機師 他叫Pole 他就好像我們現在正傳的第四五六集 尼亞公主那樣 就把地圖給了他一個全新的機器 就叫BB8 接著BBA就BBA走 接著Pole就被第一部隊抓走了 這個時候 第一部隊裡面 有其中一個風暴兵變節了 接著就把Pole救走了 就帶他回到星球 和BBA會合 就把地圖拿回反抗軍那裡 整件事其實就很簡單 但中間點都一定有些阻礙 BBA就一個流落在星球裡 就突然被一個女生救了 那個女生就叫Ray 就是今集的主角 然後剛才提及過那個風暴兵 他的號碼就叫FN2187 就因為FN字頭 所以他幫自己改了一個很搞笑的名字 就叫FIN 就是FIN和Pole被第一部隊追捕的時候 就落落到星球裡 但他們兩個就失散了 接著FIN剛巧巧遇到Ray FIN就自稱自己就是反抗軍的成員 然後就和Ray展開這次的冒險 第一部隊追到來的時候 接著他們就很搞笑地發現到千水英號 也就是Han Solo的太空船 接著他們就坐過千水英走的時候 就撞到Han Solo Chewie 我們在家 接著Ray和FIN就求Han Solo幫他們 就求Han Solo幫他們 送他們去反抗軍基地 但Han Solo其實就是一個原因 就是不想見他老婆 就是Princess Leia 所以他就不肯幫他們 就是間接送他去另一個星球 就求他一個老朋友幫忙 那個老朋友就是Mass 當Han Solo和Mass交談的對話的時候 Ray突然聽了一些聲音去呼喚他 而呼喚他不是一個人 而是一個物件 這件物件就是Luz Skalker之前用的藍色光劍 也就是Anakin Skalker所用的 接著故事就要說快點了 接著第一部隊又來了 真的很煩 他們經常都會出現 在一些不應該出現的時候 接著就間接地抓了Ray 但是Ray又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發現自己是可以運用到原力 這個時候其實我個人都在想 他究竟是哪一個女兒 他是不是Luz Skalker的女兒 其實官方都沒說 所以我也不知道 當Ray和Carlovan單獨對話的時候 他就發現Carlovan其實是一個很內弱的人 只是一個外表而已 他就發現他永遠都是想自一個人來為目標 就是Darth Vader 即是黑武線 也就是論關費來說 他應該是他公公來的 他想好像他那麼強大 但我可惜他不行 我個人覺得其實他的樣子已經好不定了 其實第一部隊根本所有東西都是參考帝國的 就好像死星一樣 他們現在弄了一個武器 跟死星的外形好似 以及他的用途都很相似 就是把所有星球都毀滅了 弄爆他 就這麼簡單 但我真的很想知道故事之後會是怎樣 因為第一部隊製造的這個武器 在這個第七集就已經弄爆了 被反抗軍 到了第七集的最後 Ray就去找Luz Skalker 因為地圖已經完整了 找到他之餘 但最後只有對望這個鏡頭 然後就什麼都沒有了 但我個人都很想知道第八和第九集會發生什麼事 所以我一定會進去戲院支持 還有接下來都有一套第二套的外傳電影 就是Han Solo 他們年輕的時候 他跟Chuburger怎麼認識的呢 他們究竟中間發生了什麼事呢 我自己都很豪奇 所以我都很期待 好啦 那我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 都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就可以like、share和subscribe我 如果你們想更加快去知道我 說了什麼新片的話 就可以按你們右上角這個鐘仔 就可以更加快收到我鋪片的通知了 那今天要說的都差不多了 拜拜